您各位好啊,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清朝康熙皇帝的二十三子印齐 是个和善的老头子 做了一辈子守灵大臣 在东陵附近呢,口碑极好 传说的故事也特别多 死后呢,就葬在这东陵附近的兴旺寨 谁想啊,到了这1941年 牧室内陪葬的珍宝被盗一空 盗墓的呢,竟然是王爷的嫡传后人 村民赶来护灵,这帮子不像子孙呢 他们说在举行一个仪式,叫起灵 反正啊,起完灵了以后 这坟坑里只剩下官国,不见了陪葬 清代的王公大臣,但分能葬在皇陵附近的 那都得是皇上喜欢的角色 印齐啊,葬在东陵附近 是乾隆皇帝的意思 不过这灵寝墓穴的所在地啊 可是这王爷亲自选的 话说呀,有这么一天,这王爷呢 在这附近打猎,就看见了一只小白兔 这兔子在前边跑一跑,这王爷骑马呢 后边就追一追,跑到这现在远寝的地方 哎,奇怪了啊,眼睁睁的,这兔子它不见了 王爷呢,觉得这儿啊,肯定是块绝佳的吉壤 便亲自在玉兔失踪的地方,定下了这金井的位置 您说,这事神吧 我是个常年四处寻觅古迹的人 可能与生俱来的敏感吧 很多古迹啊,从文献上只能找到大概的位置 凭借着直觉呢,我都找起来不费啥劲 当年去红山,找红山文化遗迹的时候 还没有导航呢,也不用怎么打听 不是一一都找到了吗 可是这回啊,我可是费了劲了 九九八十一个路口,没拐队过一个 最后啊,还是和好几位好心的村民打听了 才找到了这个位置 印齐木中,不但珍宝被后代儿孙取走 之后呢,远锦的景观树 响殿乡房的木料 也都被这些落了牌的后人卖了 后来呢,干脆把这块地儿 也卖给了北京部军统领 后来的卫戍司令王怀庆 祖宗啊,让他们卖了一个底料 这窍一个干脆 现在的墓地啊,就只剩下这块被修复的残破石碑了 据说呢,是当地的士绅出资修缮的 唉,修得何其丑陋,何其不合规制啊 您看出来了吗? 咱们评论区掰扯掰扯,让大伙一块儿长学问呗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是我能持续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